在这边呢 它说Lim买的a number of band 所以我在这边它的a number of band呢 就是它是x字笔 ok 它是a number of band是x字笔 20元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边 x band RM 20 然后discount了两毛钱 之后它可以买多5支 它find more band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它是x加5之笔 ok 它也是RM 20 same amount of money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before discount呢 一支笔是x per 20 after discount的情况之下呢 一支笔 没有sorry 它一支笔是20 per x before discount的话 一支笔是20 per x after discount呢 一支笔是20 over x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谁比较贵呢 这一个比较贵 ok 这一个比较大 这一个比较便宜 然后它们相差多少钱 它们相差两毛钱 ok 你只要记得一个关系就是大的等于小的加它们的差 ok 它们的关系是大的价钱等于小的价钱加它们之间的差别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20 per x 会是等于我的20 per x加5 加0.2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分母是xx加5 所以我全部一起乘x 乘x 乘x 全部一起乘x加5 x加5 还有 x加5 通过这样的一种乘法呢 我可以把分母阅掉 所以它就没有分母的存在了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那一个20 挂5 x加5 等于20 x加0.2 x 乘x加5 所以它会变成20 x加100 等于20 x加0.2 x2加x ok 这一个乘进去 这一个也乘进去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这一些搬过来 然后这个跟这个就被删掉了 所以它剩下的是0.2 x2加x 然后再减100等于0 然后我全部乘10 全部乘10的话呢 它会变成2 x2 然后加10x-1000等于0 ok 就是说我这一边过去的时候 我全部乘10 就是说这个乘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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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部一起再除2 它会变成x2加5x-500等于0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有xx20和25等于0 然后它加25-20 所以x等于20 然后x等于-25 ok 或者是我在这一边我拿到的是这一个x-20等于0 然后x-25等于0 所以我这一边x等于20 x-25 rejected ok 因为我们的那个x是大过0的 所以他买了20支笔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要check ok 如果啦 我的那个x等于20的情况之下 这样一支笔呢 就是20块 per 20等于rme 他扣了2毛钱之后呢 rme扣了0.2之后呢 它是rm0.8 0.8的时候呢 20块除以0.8 它会变成25 然后25比20多了5支 所以他discount了2毛钱 它可以买多5支 所以这样是正确的了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一提的答案是20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一开头的答案是20 fence 在这一边呢 我是用大的等于小的 大的等于小的-difference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大的 ok 我们也可以写大的-小的等于它们之间的差 甚至是我可以用大的 减掉它们之间的差 会是等于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写它的equation 所以它的那个equation它有很多种方法来写 然后你写任何一颗呢 都可以拿到正确的答案了 这就是看你自己本身习惯怎样呢 我自己本身会 所以我的学生讲大的等于小的-difference ok 这样的情况呢 是大多数学生都比较容易记得啦 就是说它大的是小的-加什么 如果我们是别的equation sign-tenance equation那种屏幕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变一个equation出来 xy的那种equation出来 这样我喜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instead of下面这两种方式 ok 但是这两种方式也是可以拿到同样的答案的啦